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專題 我們今天是講到東南亞 講關於菲律賓的 事源我們之前應該聯絡講過 亞基諾三世 一個香港人很討厭的菲律賓總統 他過世 我今次不是講他生平的封公偉跡 而是講他和他母親的家族 他生平有沒有封公偉跡呢? 應該是壞事佔多數 我這樣講 我們評論一個人 盡量不要做一個中國人 如果他對一個中國人是一個壞人 很可能對菲律賓人是一個好人 但當然我不會覺得他做得特別好 他最大的政績就是 大概是一年平均他的任內 一年有7.5%的GDP高 7.1%的高 但因為基礎太低 我想不是很難做到的 所謂站立一點就做到 但有一點就是至少他的名字 經濟上因為我也有看他的數字 其實你看到菲律賓的平均發展 會有一屆總統 平均高7.5% 下一個又跌回5.5% 我想這樣講 如果是這樣講 平均7.5% 但是我們不如看看中國 日本甚至印度 在基礎太低的時候 每年平均高7.5% 甚至是台灣也是 即是日本有十多二十多 其實7.5%算壞 我想要這樣講 也補充 其實他在當地的聲望 都不是很高 如果不是就沒有杜特爾特上去 而不是他派的人上去 因為他任期的末期都涉及貪污案 以及對抗風災不力 這些是當地人都不喜歡他的 好 當然問題就是風災不能對抗得力 那你風災怎麼搞呢 可以是事後補救得力 不過補救好一點 我們講回阿基諾三世 他父系講起 我們中國人 喜歡講男 即是系統講女 事實上他媽媽那邊是最厲害的 他父系家族 他叫阿基諾 第一代 當然他叫阿基諾一世 就是一個將軍 他本身家族就是丹陸省的一個土豪 即是大地主 包括有種米 還有種很多蔬菜之類 即是谷物 因此而致富 那單陸省就是 菲律賓其中一個最大的糧倉來的 時至今日菲律賓都沒有工業化成功 所以農業的大家族依然是影響力很大 而他就做 因為這個家產的關係 他有能力組建一支私人軍隊 靠這些私人軍隊 就去對抗西班牙殖民地政府 而中間就冷手執國熱線隊 美國插著腳 反正是美國吃了菲律賓 之前我昨天說過 約略說過前日 約略說過這回事 就是因為美國不想 因為西班牙不想向菲律賓 這些劣等民族投降 認輸 所以他就投降去美國寧院 所以美國冷手 的確是冷手的 所以他就是這樣 但是到了最後 他一輩子很早死了 其實他一輩子的父親 即是零世 零世就是柏仁索黑人 所以他們應該是零世 二世應該是零世去照大 他在1950年死 他零世 一輩子就四千年死了 所以很快 零世就是菲律賓 零世三世的阿爺 都已經是一個大利主 通過家族聯恩 繼續撞大勢力 第二代就沒有參與政治 但都是當地的參議員 你只是零世 你只是零世 零世 零世 他二世應該是他父親 他父親被暗殺 他父親就很厲害 反對派領袖 他娶了他母親 說說家族聯恩 他母親 我又插了一句 他母親叫許環哥家族 你聽我的名字就知道 是中國人來的 許環哥家族 因為他第一代叫許玉環 因為雅號 周顯大師 顯哥 就叫周顯哥 即是有菲律賓 他家族就叫周顯哥 許環哥家族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行走江湖 有義氣 被人叫做環哥 菲律賓人沒有所謂 就叫做許環哥家族 在菲律賓也是大土豪 同樣都是單陸省 也是大地主 後來就搞一些造船 之類的產業 同樣都是當地的一個大土豪 兩個土豪聯合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大的家族勢力 而去到阿基諾二世 即是阿吉三世的父親的時候 許環哥家族是幾片落著的 許環哥的那個當時接班人 叫做愛德華多 許環哥 那就是阿基諾三世的阿媽 叫做阿基諾夫人 的一個唐兄 即是阿基諾夫人 即是那個叫做科拉索 科拉索 愛德華多許環哥是一個 那個叫做科拉索 那他的唐妹就嫁了給阿基諾 那他自己呢 就跟這個馬赫斯 即是當時的菲律賓強人 獨在者 是很朋友的 那他的金主啊 做打手之類的 但是結果 馬赫斯就殺了阿基諾 有傳呢 菲律賓傳得很厲害的 就是愛德華多殺的 傳得很厲害 但後來當然反應了 這個我們沒有重考證 因為我不懂菲律賓文 我只要有人說 這個當地是一個很Hit的說法 而我是沒有證據證明 因為他那時候做了流亡 馬赫斯趕走他 二世 即是阿基諾三世的父親 他回到諾基那一刻 就被人拘捕了 就被馬赫斯 即是據說是馬赫斯的人拘捕了他 那時候就令到馬赫斯倒台 另外就是 科拉桑就是 後來就取任了他做了總統 就拘捕了民主化 其實這件事 就應該是真正的那個 阿息革命 真正的那個 推特點呢 就是中美建交 中美建交之後 當美國有中國這個支持者之後 他就已經不再需要 這一堆這樣的人去維持 去維持那個局面了 他就希望 即是之前他希望 這些強硬政治維持的局面 去頂住中國共產黨 頂住什麼的 但是那時候也不需要 所以就 因為中國 promise 了 我說這個是一個 你講了東南民政治的大局勢 中國promise 了 無派不輸出革命 即是也不幫當地有擊隊 菲律賓也是無派擊隊的 是的 就不輸出革命 所以他就不害怕 如果他不再需要獨裁者 去對付無派擊隊 這個才是真正馬可斯倒台的原因 所以美國才會放阿基諾回來 然後才會推回馬可斯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鄧小平答應了 他不再輸出無派革命 所以他就已經肆無忌憚了 所以當時一系列的人 韓國撲政欺掛了 台灣總經國也掛了 那之後都民主化了 是 因為真正的所有印度 其實整個骨牌效應 其實骨牌效應 整個真正的槓桿 所有的槓桿 是來自中國 大家讀歷史的時候 你只讀那些 如所有消化新聞 新聞記錄很少會知道這些事情 你一定要在歷史角度看 才能夠看出新聞的狀況 其實鄧小平答應了 他決定了不再去馬來西亞 或者其他地方去搞 所以整個令到無派革命 實際上斯大林他們的蘇聯式那件事 是沒有用的 只有無派革命 只有無派革命才能夠做到 做到在東南亞做到有威脅 但是到了那裡就輸出了 所以其實 中國如果美國再這樣搞他 他再搞無派革命的話 以他今時今日的財力的話 是世界的無派革命的 但是中國因為很克制著 即是印度就很害怕 因為印度就是無派的 那叫做紅色走廊 全盛的還有一兩億人頭 已經算是 所以中國已經算對印度好客氣了 因為你現在在西藏這樣搞法 你搞一個達人薩拉 達人薩拉 達人薩拉 你在達人薩拉這樣搞法 他都沒有搞無派革命 如果不是你印度 大家一起搞你搞 你搞西藏我搞印度 你搞西藏我搞無派革命 你搞西藏我搞無派革命會比較壞 所以中國其實已經是很克制大國 我們說回亞基諾三世的家族 其實剛剛講到 其實就是那個 叫人民力量革命 People Power Revolution 1986年 就因為亞基諾三世的老爸 就叫亞基諾 結果就是大規模示威 CIA當然本身有支持 而CIA 馬可思的那個說法就是 如果你是敢振的我就居叫約你 於是他就約草了 就是離開了菲律賓 流亡去美國 再不知道去哪裡了 但是他們在本土還有很大的實力 所以到後來馬可思夫人回去 還可以當選參員 他的兒子還有機會下一屆當選總統 就是跟杜特爾特哥的女兒去必 因為大家開始懷念馬可思的時候都好過現在 因為亞基諾家族太過貪腐了 太過大了 那兩個土豪加起來 那有什麼好事發生呢 菲律賓人民革命到現在35年 其實亞基諾夫人做了6年 就是霍拉桑 亞基諾夫人做了6年 12年 加起來三分之一都是他家族管的 再說他的合縱連環 我再補充一下 我並不認為泰國的貪腐 是會影響到經濟的 我從來都不特別覺得 貪腐會影響到經濟 青年會好些 但問題他真正的問題就是 很多比他更貪腐的 都經濟得好過他 問題他的地主 就是他沒有動力去搞好工業化 還有就是 其實千賭之國是有問題的 是 就是你千賭之國 本身你當你這麼多島的時候 當你路信賭可以很大 但是你整個管理整個東西 比如層壓 我覺得是沒有洗牌更重要 就是整個給你一些套號 就是你沒辦法去中央統一 各一個政權 令到整件事你沒辦法 因為你其實這麼多的島 需要很大量的基建去做 你不再討論 大家都討論 做了各自為政 各自根據 其實他是跟印度一樣相同 當然有文字 所有的東西都很大問題 因為我記得 有一個記者朋友去到菲律賓 他說 他發現菲律賓 是因為你不懂得字 他說菲律賓 這是英文好 英文好最大的問題 就是英文好 令到高層人物 印度也有一個狀況 全部講英文 全部講英文 但是 所以你如果不懂英文的菲律賓人 是沒辦法做到高層主思考 那些是LOWER CLASS 即是想不到事情 他沒有那些導應概念 就想事情 沒錯 全部你沒辦法做正常思考 所以菲律賓特別蠢 這是真的 因為他們如果英文不好 那些名詞全部都是英文的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做高層主思考 他們那個文字是完全沒有高級名詞的 然後你就用了中文 你完全用了英文 然後你不會像日本 或者中國 全部都是翻譯的 對應 所以菲律賓人是不能做高級思考的 只有你懂英文 英文好的人 大概可能是說社會上 10% 10%的人口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這是我寫東南亞 第一個問題面對 就是中南半島 我們有這個詞 當地人怎樣叫這裏 是當地人沒有這個概念的 即是技術全部沒有的 最基本的 中南半島就是你住的地方 即是在那幾個國家 加上沒有概念的 講英文 他們全部有一個概念 所以實際上我這樣說 所以他們其實是需要一個大規模的 共產主義革命才能做到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沒有辦法做到 這個是菲律賓的問題 和貪腐無關 那菲律賓當然有很多問題 是自然條件 就是每年都打風 那怎麼辦呢 所以工業化做不到 就是因為工廠又浸了 就是和泰國一樣 就是你每年定期河水泛濫 那你那個廠又浸了 所以你那個地方很難搞工業法 亦都是它的限制所在 那你當地人 聽起來是懶點的 那做事也都沒有那麼勤力 那當然也有一些科學化解釋 就是說 當地是一些熱帶氣候 那吃水果也夠飽 那你太過勤力做事 在以前 沒有冷氣的年代 那你會 是中暑死的 那所以當地人 偏向更加懶點 那我覺得 可以這樣說 那菲律賓一直都沒有 就是最最沒有的政治 還有他本身的人是比較蠢 就是我講一下 那個是那個 我經常都講過LIN的Research L-Y-N-N 他那個Research 就是比對了個人 藍亞的人普遍來講 普遍來講 普遍來講 智力是70多 70多 而是 但是你不敢說 是A Racism 但是我們不怕 那然後 第二個是因為 菲律賓他本身 如果你這個理由 解釋不到 為什麼華人去到 全世界的南亞 在南亞華人是發財的 是橫蘇式的 是的 那你覺得華人不會熱死嗎 如果理論上 如果計算膚色來講 華人應該說鼻 或者膚色 就是扁鼻 黑皮 華人應該更加沒有 菲律賓人這麼抗熱 抗熱又沒有 更快熱死 許環哥家族 你見到現在菲律賓最大家族之一 到現在福布斯榜 他都排第16位 嘩 好高的 好厲害的 李嘉誠不是排到16 李少基排不到16 他在菲律賓那個榜 噢 噢 即是不是全世界 噢 他是十幾億美金 噢 十幾億美金 當然我得很多 是計算不到的數 什麼分子 不要浪費 那你是十幾億美金 就是這個 有一個有名的 叫生力集團 就是他家族的 生力盃 生力盃 香港好像也有辦公室 搞金融的 但是我 這題我不知道 那 講下去 亞基諾家族 還有一個人 跟他現在出身 就是杜特爾特 就是現在的總統 杜特爾特 一直跟愛德華多 許華人哥去做選舉 因為愛德華多 許華人哥自己有 樂場選的 但是很有趣的 世界上 就是有聰明做Kingmaker的人 自己選都不行 哈哈 那他就是不行的 那他自己選過不行 但是他的副手 就是後來做了副總統的 那就是代表他 在實的時候 任何方面都要給他面子 去去 如果不就搞不定 一些問題 那就是有這麼大勢力 那說到今年 亞基諾三世的 世世有什麼 那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兩邊的家族 都有一些 大樹凋零的情況 那亞基諾自己60歲 是中年 年輕的 那就死了 就是他最終生代 最平昇的那個 再老一輩就是愛德華 許華人哥 去年死的 就是90歲 那他的兒子就是60歲 但是就做不到很高級的官員 做到地方省的議員 那之類 那已經是60幾歲了 那但是 全民 就比較花花公子 那就是 現在是富五代 富五代 那就隨便 沒有所謂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也都可能見到 就是兩個家族都走向一個 終歲了 是 一個情況 那 那 杜特爾特他雖然是 受他的恩惠起家 但其實他的政治上 最大的政綱 就是他要打倒除罰政治 就是要堆壞這些 以前自己的大哥 是 那但是 都是港港銀 那他沒有機會做 因為他第一任 他只可以搞了治安問題 搞了反抗問題 那其他的事情是不知道的 那就是之後才算 富一般總統 好像是可以一任 只可以一屆 不可以連任 那跟韓國一樣 韓國就五年 但是就不可以連任 都一樣 那也都是 所謂防止 這個貪腐 但是後來發覺 是任期短一點 會貪腐更加 動機大一點 是 因為 反正都是貪了先 不要管了 那十年還會 不如做幾年 最後幾年才貪 是 沒錯 我大概是這樣說 至少有連任 因為你可以連任的時候 你怕被人說你貪 對嗎 所以第一任的時候 不能貪 不是想做一些政職 陳水便是第二任才貪 第二任才貪 這個家族的歷史 大概是這樣 其實東南亞很多政治家族 可以說的 而都是有壞人必須的 但是 我讀書 找資料都很唏噓 就是中文資料 基本上是沒有的 後來看英文 而香港 作為一個和東南亞 那麼多生意浪流的地方 但都沒有做一些中心 去做東南亞的政商家族研究 那我都幾失敗 我想你要在大陸 去找 大陸都沒有人做 是 大陸 因為香港始終 都說那個公司是有限的 是有限的 所以實際上你做不到 那個人的公司是有限的 你一定大部份的人 去做西方的 後來發覺日文是有的 但日文我還沒學 日文是經營 你要學一下 要學一下 那我先說一下 好的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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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